只會看到 只會知道它的供應價值 好 所以當兩個交換的時候 價值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要常理判斷 你一定中計一定會有的部分是什麼現金啊 要不然一個三億 一個二點五億 我剛把他跟你換 我把他賣掉以後在那二點五億 我手上還多了五千萬 去取得你太少飯店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要自己先去理解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是具有商業實質 你就可以承認損益 你把它想成兩個交易 出售 既然是出售 你就可以有損益的承認 如果你不具有商業實質 就是喜來甄跟漢來 兩個都是商務旅館 不具有商業實質 那不具有商業實質的時候 你怎麼去入賬呢? 跟剛剛的具有商業實質有什麼不同呢? 神聖要不要補充一下 如果不具有商業實質 我剛剛講的具有商業實質是 你要承認損益嘛 不管是喜來甄也好 海撒也好 你就要承認損益 承認損益的方式是什麼? 損益的這個怎麼決定出來? 喜來甄的 公民價值跟什麼? 誰的公民價值? 我現在先講 如果你是喜來甄飯店 的快進 還是 教會要幫忙說明 我再說一次 好 再說一次 如果你今天是喜來甄的快進 那你要幫 老闆 這是 因為快進只負責後續的快進處理嘛 教育之後的後續處理 那今天呢 許老闆談好喔 好 那喜來甄的快進 你要怎麼去做他的快進帳? 你要怎麼去承認你的損益啦? 找出公民價值跟帳面金額的差距 都是指喜來甄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喜來甄呢 它只負責自己的 喜來甄的公民價值 跟我出售那時候的帳面價值 中間的差是喜來甄 會計要承認的損益 那台下呢 也是一樣 台下的會計呢 根據台下的帳面價值 跟台下那時候的公民價值 中間的差來承認它的損益 這是具有商業實質 那如果不具有商業實質呢 高雄的漢來甄 台北的喜來甄 交換 不具有商業實質 那不具有商業實質 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色? 跟剛剛一定要不一樣嗎? 我們判斷了半天 一定要不一樣才要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不具有商業實質 你就不能承認損益 不能承認損益 跟剛剛的那個具有商業實質 可以承認損益是完全不同 那不能承認損益 那我怎麼去入賬呢? 當然我把資產換出去 我就必須把我換出去的資產 從我的帳上把它什麼? 把它除裂掉 那我取的這個資產 我大概用這個資產入帳 那我不能承認損益 如果兩方雙方沒有收過負現金的話 我就以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當作換入資產的入帳金額 再說一次 如果是不具有商業實質 我就 然後雙方又沒有現金的收付 那我就以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當作換入資產的入帳成本 這樣清楚嗎? 因為這樣完全就是什麼? 沒有所謂得損益的資產 我的資產帳面價值有多少? 我是用多少? 從帳上除裂掉 好,那除裂的時候呢 因為你沒有取得現金 你是取得另外一個資產 所以你拿另外的資產 當作你入帳的成本 如果你有現金的收跟付 我剛剛講說是完全沒有現金的收跟付 好,但是如果說呢 今天是漢萊飯店2.5億 喜萊登是3億 那喜萊登的3億 可是呢 它的帳面價值是2.8億 我再說一次喔 帳上的金額就2.8億 那可是這個喜萊登這個時候的公平價值有3億 好,那看來這個飯店呢 公平價值是2.5億 好,我說了喔 它的fair value是3億 然後呢,它的poor value是2.8億 那看來呢,它的fair value是2.5億 那你想想看 它這樣換的時候 它會這樣跟它換嗎? 我喜萊登給你,漢萊交換 好,完了 那漢萊飯店就賺到了 因為公平價值它換到喜萊登比較高啊 那漢萊飯店的那個公平價值比較低啊 那對喜萊登來講,那個老闆就虧啦 對不對?好,就是第一個 你要知道說,雖然它不具有商業實質 但是,你們在這樣換的時候 我說雙方只會看到公平價值 我只會看到這個公平價值 好,喜萊登在說 我這個資產呢,我現在賣掉可以拿到3億喔 你這個資產賣掉只拿到2.5億喔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換 對不起,你要給我0.5億 你要給我5千萬,我才要跟你換 好,那當然這個判來的老闆呢 也覺得合理,公平價值就這樣嘛 好,我給你5千萬 好,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喜萊登怎麼入賬 喜萊登怎麼入賬 好,就喜萊登來講呢 因為我把這個喜萊登飯店 好,我們把它寫上去呢 就是我,或者是寫舊資產嘛 好,那我剛剛說它的帳面價值 它的帳面價值是原始成本減到2億折就 我們現在不管它的原始成本減到2億折就多少 不管,我就直接假設它的帳面價值就是2.8億 好,那現在呢,喜萊登呢 然後拿到現金5千萬 好,那我漢萊呢,我的飯店 好,這個是我的資產啊 好,我取得新的資產叫漢萊 它的公平價值是2億5千萬 如果這樣子寫,有沒有發現什麼 借財方不會平衡啊 對,財方是2億8,但是借方呢,有3億 那借財方不平衡 原因是什麼? 因為帳面價值是2.8億 然後公平價值是3千萬,3億啊 不一樣,就2.8億 然後公平價值是3千,3億啊 可是我剛剛講的,它是不具合商業實質 不能承認損益 它怎麼辦? 喜萊登,帳面價值2.8億 這是我帳上的啊 事實是這樣 我拿到5千萬,這也是事實啊 所以我只能調整的是什麼? 我取得漢萊飯店的入账金額 因為我的入账金額只能承認多少? 2億3億 這樣看懂嗎? 再說一次喔 第一個,不具有商業實質 我不承認,我不能承認損益 那不能承認損益 所以我就以換出資產 當作我換入資產的入账成本 但是如果我的資產交換裡面 又有現金的收跟付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 喜萊登有收到5千萬 所以呢,我就入账的金額是以 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減掉我收到的賢金 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減掉我收到的賢金 當作我換入資產的入账金 要看懂嗎? 所以這句話你把它搞清楚 第一個,不具有商業實質 就不能承認損益 不能承認損益 那我怎麼去反應 或者是怎麼去記錄這個交換的事實呢? 我就以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減掉我收到的現金 或者加上我付出去的現金 來當作我換入資產的入账成本 好,所以看一下 市率5287頁 公約公司有100萬 累積則就有60萬的機器 來交換光圈公司的這個機器設備 那第一個,假設 它具有商業實質 知道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有45萬 那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不知道 好,那不知道呢? 我知道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 好,那具有商業實質 意思是什麼? 我可以承認損益 然後沒有,重點是 非要換入資產的公領價值我不知道 而且我沒有收到或有付任何現金 所以呢,如果這種情況 我剛剛講,如果是缺有商業實質 我可以承認損益 公約公司它才能損益怎麼承認? 它的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跟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 中間的差 來承認它的損益 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有多少? 交換 換出資產的 光譽公司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有多少? 不只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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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萬好不好 對啊 40萬好不好 成本減益累計遮救嘛 40萬 公民價值有45萬 所以它可以承認5萬的利益 交換利益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後面兩百八十企業的情況一 因為沒有收到現金也沒有付現金 所以它是借機器設費45萬 因為它的公民價值45萬 好,那因為呢它是具有商業實質 所以以公民價值跟帳面價值中間的差 來承認它的利益 好,所以它儲分資產利益就5萬 好,這樣看懂嗎? 就是第一個情況一 具有商業實質 第二情況是具有商業實質 那我只知道資產 換入資產的公民價值有32萬 換言之我不知道 換出資產的公民價值 我只知道換入資產的公民價值 然後另外呢 公安率公司都收到10萬塊的現金 雖然它沒有直接告訴你換出資產的公民價值 可是你從這樣的一個資料裡頭 你都可以判斷至少雙方 它的認知裡面 這個換出資產 光率公司的公民 那個換出資產的公民價值有多少 有42萬 因為它拿到了32萬的資產 最後又付它10萬的現金 所以等於是它拿出去的這個資產的價值有42萬 這樣看懂嗎? 所以情況二的時候 它拿到現金10萬是40萬 換入資產公民價值32萬也是40萬 然後呢 它的帳面價值只有40萬 所以它可以承認2萬塊的儲分利益 好 你可以看一下在我們的情況二 這樣看懂嗎? 情況三 我們這邊這個例子講我就想要動 所以大家撐著一點 好 情況三是不具合商業實質 好 那我們說呢 不具合商業實質 其實後面的資料就不用看了 它說要來告訴你說 換出資產的公民價值有42萬 那我告訴你說 既然它不具合商業實質 我是不承認所分利益 損益的 所以呢 我的帳面價值40萬 而且它又沒有收到有支付現金 有支付現金 光譽公司支付現金10萬 所以它交換的這個資產 帳面的40萬 它又付了10萬塊的現金 所以它的 等於它付出50萬的那個價值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的兩百八十八月第二個 第三個情況三 它取得的這個新的光譴公司的機器 它承認50萬 為什麼承認50萬 因為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40萬 加上它又付了現金10萬塊 所以你可以看它代方是不是有的現金10萬塊 所以它承認這個換出資產的機器設備有50萬 他們承認損益 沒有 雖然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只有40萬 它的供應這樣子有42萬 但是因為它不具有商業值值 所以不承認損益 好 這是資產交換而取得的路障的判斷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專門資產的地下 平均 1個 8週刊 4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